美国倒选冲刺川普来到了深蓝票仓纽约有哪些挑战 请看前线记者 好的主播 我现在所在的是纽约的知名地标麦迪逊花园广场体育馆 现场的容纳两万人 这里已经人生鼎沸 纽约是川普的家乡 但是川普也说 一向投民主党的纽约或许会因为非法移民和犯罪等问题 在本次大选之中转投给他 川普的智商集会请来了许多重磅级的嘉宾来为他助阵 包括亿万富翁 全世界的首富马斯克 以及众议院的议长强生 不过川普在纽约可谓是官司缠身 美国纽约的陪审团裁定 川普的封口废案34项指控全部有罪 让他成为了美国首位被刑事定罪的总统 最后的判决会在投票之后 也就是11月26号才会出炉 另外川普在纽约州还有两件民事诉讼 分别是福报资产 和与80岁的女作家之间的诽谤案 川普被判要缴纳数亿美元的罚款 川普的主要律师 荷莉娜·哈巴在集会上 接受了新唐人的采访 她表示 在前两次的大选之中 川普在美国媒体的民调之中普遍落后 然而在本次的大选之中 川普却在美国媒体的民调中 出现了选前反转取胜的状况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大选之日 胜负都会仍然是最大悬念 以上是记者在美国纽约 麦日新欢迎广场掌握的最新情况 我们会为您进一步的跟进 大选的最新动态 就不啊 就不啊 就不啊